因芳华一炮而红,冯小刚怒赞他最纯洁,金冯岛的脸被打得生疼。2017年12月28日,芳华总票房突破10亿,成功打入2017年票房前10,更有望进入年度票房前5。 作为一部冯小刚自己投资的电影,冯岛喜悦之情可谓异于人表,而剧中一众演员也是心中乐开了花,因为他们也开始红起来,前景一片大好,其实在影片制作之初,冯小刚就特别用心,尤其是在选择女演员的时候非常严格,将近1000个新人女演员,都要求他们穿着朴素,素颜来面是,流行乐歌手, 整容脸一概不要,所以影片中的六位女演员,不仅都是纯天然美女,而且都还有舞蹈功底,早在电影发布会之时,冯小刚就用湿纸巾给他们擦脸,捏鼻子,用以证明他们全是货真价实的原装脸,冯岛可谓十分用心,因芳华一炮而红,冯小刚怒赞他最纯洁,金冯岛的脸被打得生疼。 然而在这六位美女演员之中,有一位的背景强大到冯岛不敢不用,他就是杨采玉,你可能对他不熟悉,但说到他北影的同学周冬雨,鼓励那扎大家一定很熟悉,都是一起毕业的。 周冬雨已拿下影后,那扎也名声在外,唯有他才刚刚展露头角,出入影坛的杨采玉并不十分顺利,向来没什么消息的杨扁玉近段时间如此风光,恐怕与背后的大佬陈金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 陈金飞如今是他的男友,两人的恋情曝光于记者拍摄的一组深情热吻的相片,从动图中能看出杨采玉肢体不僵硬,似乎对男友有点嫌弃,毕竟身体是最诚实的。 但面对陈金飞的主动热吻,虽然不情愿,可最终也是配合着男方,男的方动情,而女案则向逢场作戏,照片被曝光之后,两人也高调公布恋情,让尸瓜群众相当意外,毕业陈金飞已经55岁了,而杨扁玉还是个90后,年龄差距堪称赤爷孙恋也不为果。 但是当你了解陈金飞的身份后,这些似乎也不是不可能了,了解陈金飞的都知道,他不仅是富商,更是多名艺人的经纪人,因而平都网友吐糟道,两人在一起是为了利益,但杨采玉劝怒对网友,脑子太多肮脏,更是叫肖战说那我们走着瞧,以此证明自己的纯洁, 其实早在冯小刚遣中杨采玉来饰演《芳华》中的女二十零丁丁,冯小刚就当着记者说过,杨采玉是自己见过的最纯洁的女孩子,可见对杨采玉的评价有多高,可在杨采玉的恋情曝光后,冯小刚的脸真是被打得生疼啊。 甚至连刘亦菲也无辜躺乡,因为很多网友留言称,2015年刘亦菲找了宋承宪,陈金飞就找杨采玉,更有甚者称杨采玉就是刘亦菲的替代品,直指陈金飞并不仅仅只是刘亦菲的干爹而已。 对此,陈金飞坚称她与刘亦菲之间是纯洁的妇女关系,而现在她对杨采玉可就很难说了,因为两人已经开诚不公地宣布是男女朋友了。 但是作为众多爷孙恋中的一对,吃瓜群众却并不看好他们,毕竟陈金飞捧人能力,还是不容小虚的,网友们觉得当初用最纯洁形容杨采玉的冯岛,如今会有何感想呢?